大家好,这是我养的一盆三角莓小苗 这个三角莓小苗它这个造型还是比较独特 而且叶片也比较繁茂 但是有一点就是它的叶片出现明显的发黄 大家看,叶片发黄,但是叶脉绿色 这是明显的缺铁性黄叶 这个三角莓缺铁性黄叶之后呢 我给它一直使用这个硫酸亚铁用了比较长的时间 但是呢,这个发黄的效果一直得不到改善 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这盆三角莓我是用了比较多的粪肥来养的 但是呢,这些粪肥一般都是偏紧性的 而三角莓都是洗酸植物 那么我们长期使用粪肥了就会导致盆土减化 再加上我们使用硫酸亚铁只能够一时的改善盆土的酸减度 但是我们一浇水它马上就冲走了 所以呢,达不到一个比较好的酸化土壤的效果 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只能够马上给这个三角莓更换新的盆土 更换新的盆土呢,我们用土可以用一些泥碳土啊 会松针土再加上一些松树皮这种洗酸的这种机制 那么这样栽种的话呢 后期它盆土的酸性才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保证 而我们之后再用肥呢 不建议大家再用过多的粪肥 用的话呢,可以用上这个芝麻饼肥 芝麻饼肥它是植物性的有机肥 它是酸性的 加在盆土里面呢,可以保证盆土的一个酸减度 也可以避免后期出现缺铁性的黄叶 大家看我这一盆呢 就是用这个芝麻饼肥养的 现在呢,叶片非常的浓郁 长势非常好 所以大家在养三角莓的时候 如果要用有机肥呢 不要过多使用一些有机粪肥 最好就是选择用一些植物性的饼肥 更为安全有效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